关心印度疫情严峻的状况 已经超过13天连续都有30几万人确诊了 而我们获得的最新消息 是我国驻印度代表处上周有三位人员确诊 其余人员检测的结果是阴性 不过从今年开始全体同仁的居家办公 要维持到5月14号 稍后我们会持续带您了解